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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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你现在如果是直角座标系统 这三个的话当然是X Y Z 那 Rho phi Z 的部分的话是 Rho 然后 Rho phi Z OK 然后 R theta phi 的部分是 R theta phi 那 R 是这样子朝上的 OK 那这三个是互相垂直的 那基本上面的话我们看到了 在上一堂课已经知道说 沿着各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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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它增加的 这个 一点点 我所谓的 D L 那沿着 如果是这个沿住坐标系统 沿着5方向增加的 D L 2 那沿着 Z 方向 D L 3 OK 那这 D L 的部分 OK D L 1 的部分的话呢 在这个直角坐标系统 和球坐标系统 你直接就是 D S 底 Y 底 Z 那在低高 那在这个角坐标系统是多少 D ça 然后呢 No D phi 然后 D G 那在こ ли去了 速做标系统呢 是 D R OK 然后θ方向增加的是RDθ 然后5方向的部分投影到SY平面上了 R3θD5 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讲到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我可以说 这两个DL1跟DL2所维持来的这个面 就是所谓的Q1 Q3是等于Constant的面 因为在这个面上面Q3是定值 那同样的Q3是定值 是一连串的这种面 一系列的面 所以一样的你可以把这个Q3呢 这个也是Q3是定值 只是它是C1的话 那这个Q3就等于C2的面 这样有没有问题 同样的在这个面 是等于Q2是定值的面 那这边这个面呢 后面这个面 OK OK 这个面呢 就是Q1是定值 那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 所以 我们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说 好 那你已经知道 这在空间里面 在空间里面你可以这样写 那我们如果把DL1 DL2 DL3 直接就来把它写成 H1的DQ1 这是H2的DQ2 这是H3的DQ3的话 那换句话说 我们就很容易的知道 H1 H2 H3 各为 这是EE 这是SYZ的坐标系统 那 炎柱坐标系统呢 Rho5Z 它就是等于E Rho 然后E 直接 也求坐标系统的话 就是E R R3 C 好 好 那这是我们 啊 已经非常清楚了 那当然 你可以知道 这是三个坐标系 它对应的 这个Univator的部分 就是I J K 那这个Univator 就R C T 这已经是没有什么 好争议的 那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我们接着 我们要来看一下 我们过去所得到的几个向量 Gradient Divergent Divergent Curve 这三个Operator 那在这个不同的坐标系统里面 它应该要怎么来表示 那第一个呢 我们看到的 我们说是Gradient 好了 直接写成 那Gradient的部分的话呢 首先我们看 Gradient Gradient 一个Scale的函数 那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就是说 你在不同的方向上面 你要去求它的什么 它的 微分 所以 我们说 Round F Round 在 Q1的方向上面 变化一点 然后 在 Q2的方向上面 变化一点 在 Q3的方向上面 变化 一点点 它的 微分的情况 那 这个 一旦你写出来以后 你就马上知道说 我们实际上 当你在做 Q1方向的 微分的时候 你的 Q2 跟Q3 是代表的是什么 定值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 实际上 你在做 微分的时候 Q2 跟Q3 是定值 OK 换句话说 那代表的是 Q1 是Constant 的 Plan Q1 是Constant的Plan 就是什么 是 这个斜线 这个Plan 跟这个斜线 这个Plan 你在做 微分 也就是说 实际上 就是 H1的 Rong Q1 Rong F Q1 OK 随着 你 Q1变化的时候 它是 F F 这个函数 是怎么变 然后在 Q2的时候 呢 一样的 随着 Q2 方向上面 随着 Q2在变化的时候 它是怎么变 所以 H2 Q2的Rong F Q2 第三个方向 以此类推 你就知道 换句话说 规定 我们在之前 我们在之前 已经看过 它在 Condition Coordinate 就是 Rong F Rong X 的I 加Rong F Rong Y 的J 加上 Rong F Rong Z 的K 的三个方向 那 一样的 它在 Sylindrical的 这个 Coordinate 里面的话呢 那你现在 就变成是 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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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三个方向呢 第一个 就是 随着Rong 在变化的时候 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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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个呢 Rong Rong 不是Rong F 因为你随着 Fy 值 OK 在改变的时候 应该是 Rong Defy OK 那第三个方向 就出来了 这是 炎柱坐标系统 那 球坐标系统 一样的 你现在的方向是 R C它 Fy 三个方向 好 那这个函数 当R在败变的时候 R R方向改变的时候呢 那 DL 就是 Rong R 那 在 Fy 改变的时候呢 Fy 方向在改变的时候 对不起 C它方向在改变的时候呢 那它就是R B C它 那就是Rong C它 好 好 在Fy 那个 球坐标系统 投影到 SY 平面上面 那就是 R C它 Rong Fy 的部分 所以 你这三个 三个 座标系统 你所表示 Gradium Fy 你就可以很顺利的把它写出来了 那 这个有没有问题 好 换句话说 这三个 这三个座标系统的部分 你是一一可以把它对应过来的 那 那再来我们看的是Divergent 好 这个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没问题 很好 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Divergent 那Divergent的情况之下的话呢 有一件事情是 我们的这个坐标系统已经出来 好 那首先 你必须 所谓的Divergent的话 我们必须要用到Divergent Sear 那Divergent Sear里 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Divergent Sear里 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看 这个Vector的Divergent的量 在这个Valent里头 它到底 有多少Divergent出去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去计算 这个物理量 在包围这个Surface上面 的 包围这个Bottom的Surface上面 OK 它的Flux 那这个 就是我们所谓的Flux OK 换句话说 我现在我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呢 写成说 我要知道 这个Divergent Malent很小的情况之下 Data Tau 趋近0的情况之下 我把所有的Facts 把它计算出来 除以DataTau 就是我的Divergent 有没有问题 好 所以 我们现在 我们 要计算这个东西 实际上 我们就是去 算 包围 我们有兴趣的 这一个Bottom的Surface上面 这个Flux的多少 那我们现在 我们就把 一个Bottom OK 这个Bottom呢 我把它画在这里好了 重新画一个 我说 我现在有一个Bot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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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t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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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以把Bottom 投影 投影到Q1上面 这个值 我们就是我们所谓的B1 OK 投影到Q2上面呢 就是我们的B2 那投影到Q1上面就是我们的B1 换句话说 你的B向量 你是可以把它写成B1的Q1 加上B2的Q2 再加上B3的Q3 应该没问题吧 OK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 既然你已经知道这个B向量 那我们有兴趣的 这个Bottom 我就把它定出来 这Balance是多少呢 我就定一个 一个Box 这个Box 就在这个地方 中心点就是这个B 所以 直接把它画出来 来 那没有问题 好 我说我有兴趣的Box 这个就是我有兴趣的Box DT DT 当然这个DT是很小很小的 那 就相当于是这样一个Box 在这里 那 这个向量呢 是从这个Box的中心点 穿透出来的 穿透出来的 好 那现在 我要计算的是什么东西 我要计算的东西就是 穿过这个Box 这六个面 的Flux是多少 然后再除以这个Box的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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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H1 H2 H3 DQ1 DQ2 DQ3 对不对 正义一个element 一小的element 所以你现在你的DT 基本上面 Limit 就是DT 就是H1 H2 H3 DQ1 DQ2 DQ3 就是你已经知道 那 好 换句话说 你这是在中心点啊 我这样画好像没有很中央喔 如果 为了要 让你变中央一点 我就把它画过来一点好了 看起来你比较像在中心 这样 刚刚好在中心的点 好 那我们说这个点呢 你现在看 我先算这一个面 的Flux 再算这个面的Flux 如果这两个面的Flux 你都算出来 其他面对称的 只是一样的 一样化葫芦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对 这个DQ DT的部分 这一个部分 是等于多少 这个部分 嗯 这是Q2在变化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方向 对不对 这个方向是Q2在变化 所以基本上面 理论上面的话 在这个 如果我们的原点 起在这里的话 应该是H2 DQ2 有没有问题 好 但是我们的原点 现在在这一个位置上面 基本上的H是什么 随着Q1在改变啊 H H H可能 我们说H2是可能随着 H1 那个Q1在改变啊 所以实际上 你在这一 这一个位置上面的 这一条 我应该讲这边好了 这样比较你们不会 因为我们要算这边的Flux 那你要算这个Flux的话 这一段 这一段的话 这一段是 Q3在改变 所以你是H3 Q3 但是这里的H3呢 你可能是会随着Q2跟Q1的位置而变 因为为什么我们的 这些H1 H2 并不是都是禅数 可能是会 有R θ的dependent啊等等 所以基本上面的 这个H3呢 你看到的是什么 一个是在 1分之1 的DQ1的位置 另外一个是在 2分之1 负的1分之1 DQ1的位置 所以我们知道的 这里的H3 这边的H3 我把它写一下 一个是H3 再加上 OK 加上 Long H3 Long Q1 DQ1的2分之1 那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 OK 所以因为H3在改变 OK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值就是DQ15 这个值就是DQ15 好 那 同样的情况 这个 这边呢 这是减 这是减 这一块 是减的 那这边呢 就是加的咯 H3 加上 Long H 这是2 这是变成的 这边这边的话 是2 如果 这一个边 H2 Long Q2 2分之1 DQ2 DQ2 看一下哈 H3 我们看 H3 H3 这个部分的话 是H3 DQ3 你现在 这个位置 是在 H2的这 是2不是 2不是 D 是在DQ2的这边 OK 随着DQ2 然后这边呢 这一个一样的 这一块 这一个H3 DQ2 OK 那同样的 这一块呢 我们就看到了 这是 H 在Q1的位置 DQ1 那 现在呢 你看到 这一个的部分 一个是在H2 的这边 一个是在H2的那边 所以这边的话 就变成 H1 减掉 Long H 1 DQ2 2分之1 DQ2的 DQ1 OK 那这边一样的 这一个呢 是在 H1 加上Long H1 Long Q2 2分之1 2分之1的 Long Q2的 DQ1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面积啊 就是这两个相乘 这个面积呢 就是这两个相乘 换句话说 你现在 一个面积是朝这边 朝外 这个面积是朝这边 所以我们把 Flux.DL DA的部分的话 相当于是什么 我们把它写在这里好了 我们就相当于是 对左边的Flux来讲 就是 你的Flux V1 在左边 OK 然后在乘上 它的面积 H3 Long H3 Long Q2 2分之1 DQ2 再乘上 H1 Long H1 Long Q2 1 2分之1 DQ2 OK OK 那加上 右边的这个Flux D R Fu的 现在这个是正的 D1 R OK H3 可以加上 Long H3 Long Q2 2分之1 DQ2 然后乘上 H1 加上 Long H1 Long Q2 2分之1 DQ2 你把这两个 一个进来的一个是 一个 的Flux 加这边的Flux 这两个相加 我们会发现 这两个方 这个方向的Flux 相加以后 OK 前面这一项 是已经被加掉了 你会剩下来的是什么 剩下来的是 他乘他乘他的 就是 这个一次为分的相 他乘他的相 因为他很小 跟他很小 你就把他NiGlet 掉了 这两项相乘的话 是应该有四项 有一项NiGlet 掉 有一项呢 跟他抵消掉 所以剩下两项 两项的话呢 原来是二分之一 这边有二分之一 所以 两个相加的话 互负得正 这两个加起来 就变成V1 本来V1L跟V1R 几乎差不多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这个Valance 取得非常小的一个Valance 所以你不要去管 V的值的改变的多管 其实应该还是要管他的 不然的话会有少掉一下 好,我们把它放进来 V1L 好吧,我把V1L的部分把它放进来 V1 L是等于多少 V1L就是等于 V2LL V1L V1LL是等于V2LL V2LL就是等于V2LL 那在他的变化 V2L 对Q2的違分 V2L x デQ2 把它放进来 这两个图分再把它放进来 把它整理一下 我们会发现 左四跟右四 就变成V2 H1 H3 然后 这一项乘 他乘他 再乘他 的东西就会跑出来 所以我们把它写出来一下 H1 H15 把它一项一项把它写起来 好了 这里没问题 我们先把它擦掉 我们把它B2 减2B2 Rong Q2 1 2分之1 DQ2 乘上 H3 H1 减掉 H3 2分之1 DQ2 然后 再减掉 H1 H1 Rong H4 2分之1 DQ2 OK 那右边的呢 这边有一个负号 不要忘掉了这个负号 Rong Q2 然后右边的 V2 减 Rong V2 Rong Q2 2分之DQ2 加的 一样的 H3 H1 然后再加上 H3 Rong H1 Q 好 你一旦写出来的话 就很容易看到了 我们说 这一项 乘他 乘他 消掉了 所以 现在 你剩下来的 就是 他 乘上 他的 OK 然后 然后 我这边好像 我这边好像扫起了 DQ2 DQ 下 DQ1 DQ1 在他的位置 DQ1 一个是 DQ1 DQ3 这边是 DQ1 DQ3 一样的 这边都 这后面都还要加DQ1 DQ3 把它加进去 那你把它盛开来 OK 把它化检一下的话 我们会发现 这边变成是 V2 OK 直接 直接 把一项一项写起来的话 你会发现是 V2 H3 DQ3 他乘他 H1 H1 我是不是可以把答案写出来 让你们自己去算 他乘他 加上他乘他 OK 再加上他乘他 H1 Round H3 Round Q DQ DQ 前面都有Q1 Q2 然后 再加上 底下的同学 你们不要 自己要算一下 然后他乘他的部分 一项一项把它乘下 H1 H1 H3 DQ2 他这一项 合并 然后 这一项合并 已经OK了 所以你把它 整个合起来 你会发现 这都是DQ2 那这一个呢 你就发现 我可以把它写成什么 写成DQ1 DQ3 DQ2 然后Round Round Q2的 V2 H1 H3 OK 合起来 那同样的 其他两面 这是这两面的 那你可以 计算这两面 跟这两面 你把它全部计算起来的话 我们说D5 这样 就变成是DQ1 DQ2 DQ3 DQ3 Round V1 H2 H3 对 这是对Q2为分 这是V2 所以这是Q1 加上V2 H1 H3 Round Q2 再加上V3 H1 H2 Round Q3 OK 换句话说 如果你把这个 除上你的DT 这个是不是H1 H4 H3 DQ1 DQ2 DQ3 DQ3 可以 这是可以杀掉 那我们就 这个东西 DQ3 DQ1 D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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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Q4 DQ3 DQ3 DQ4 DQ4 B1H2H3RQ1 加RB2H1H3RQ2 加上RB3H1H2RQ3 那我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的整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 你很简单的 在我们的直角坐标系统里面 你马上知道说 Divergent的V 因为H1H2H3你都已经知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RQBXRQX 加上RQBYRQY 加上RQBG 这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B1B2B3就是三个分量 那在 那在 研柱坐标系统里面 OK 摆柱坐标系统里面 一样的情况 H1H2H3是RQ分子1 然后RQB1它是在RQC上面 然后它的R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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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LongZ H1跟H2 是Row 在这边的话 你可以看到 就是 你直接可以 看到的一个整个结果 平常我们除了这样的写法以外 我们就直接把它写成 Row分之1 R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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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5 然后 在Row分之1 RowB5 RowF 然后Row对G为分 是等于零的 所以跟外面消掉 就是RowB Z RowZ 可是在 援助坐标系统 那球坐标系统 同样的方式 应该没有问题吧 在球坐标系统的部分 Diversion的V H1H2H3 就是等于 R平方的Sine Theta OK RowB5 RowB5 可以你如果再把它简化一下 因为这对R为分 所以这边只是R平方 RowRowR R R平方VR 加上 这边只对Ceta为分 可以把R提出来 R Sine Theta分之1 RowRowTheta 的 V Ceta的Sine Theta 再加上 再加上 这边只对Fy为分 OK 所以R提出来 R 对不起 这边是R Sine Theta 就R分之1 RowRowFy的B5 OK 可是我们 这个Sine Theta已经拿掉了 等一下 RSine Theta 因为这边是对Theta为分的 所以只有R拿掉 RSine Theta OK 所以你看到了 这是我们在 球座标系统里面 你看到的 Gradient Divergent的部分 这个有没有问题 所以 我们从Divergent Theory 出发的部分的话 你原来 你要做的是三度空间的积分 你现在只要去算它的 这个Plus的大小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你的这个空间里面 到底多少的 Divergent的物理量 就是这整个的结果 有没有问题 哪一个 这个 对啊 六的边 你这是两 不是六个 六个面都计算完 这是两个面 你这两个面 得出来是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类推 其他的两个面 OK 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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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 课 是你怎么计算的 是你怎么计算的 有问题吗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一下 课的部分的计算 是你怎么计算的 好的 你刚刚看到了Divergent 我们用Divergent shear力把它挤出来的 课的时候 你会联想到的 就是你的Stock shear OK 我说 我要看 我这个 在这个area 它的课是多少的话 那我就直接 去把这个area 它周边 你把这个vector 对它的积分 环场的积分 把它积出来 你就知道 它的课是多少 那换句话想 我们如果 把这个面积啊 取到很小 很小的时候 那我们把这个面积呢 取很小的话 一样的 我说这个面积呢 A 几乎趋近于零 那你这个 A 你把它 整个计算起来 那 Limit趋近于 你就可以知道说 它的这个 课是多少 类似的概念 只不过现在你是什么 现积分 好 所以我们 依照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 我们来看 我们整个的 这个 座标系统 一样的是Q1 Q2 Q3 三个方向 OK 标识 Univator 那 因为我们要看到 就是说 你的现积分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现在 我们取 这个 这个PASS 这C 我把它 取在 Q1 等于Constant 的Surface 上面 那你取在 Q1等于Constant 的Surface 是不是就是 这个样子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说 如果我们取成 这样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面 我知道这是 DL3 那也就是H3 DQ3 OK 那这边呢 是 DL2 就H2 DQ2 OK 那基本上面 我把我的 环积分 取这样子 那我要去做 B.DL的动作 同样的情况啊 你现在你要把你这个整个 取一个环积分 我说 这样子积过来 还积回来 这是我的 环积分的方向 那 你现在看到 就是说 这个 这是原点 所以你这是 H2 所以 H2 没有问题 但是到这一点的时候 这个的值 已经不是 H3 DQ3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H3会随着 Q2而改变 OK 所以这一点 的部分 应该是 H3 加上 H3 随着 Q2 改变 然后 DQ2 然后 DQ3 那没有问题 同样的 这一条是 H2 DQ2 这个 H2呢 也会随着 Q3可能会改变 所以这边就变成 H2 加上 H2 随着 Q3的 变化 DQ3的 DQ2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这四段 好 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一段一段 G 你现在 B.DL 你应该是 GA V C D 这四段 我们现在看到 A的部分 OK 你把它 这个Vector 投影在 DQ2上面 那就是 B2 OK H2 BQ2 再来 B 要投影在 本来 是投影在 H3上面 但是 H3 投影在 Q3上面 但是 B 投影的位置 已经不是在 Q3 因为 这已经 Q3 已经 随着 Q2 在改变 所以 第二的部分的话 是 B2 随着 Q2 对不起 对不起 B3 随着Q2 再改变 投影在这个位置上面 然后乘上 H3 加上 Long H3 Long Q2 DQ2 DQ3 有没有问题 这是 V这个向量 在 在 这一上面的 投影 在 Q2 加 DQ2 的 投影 好 再来 一样的 V 这个向量 要在 Q3 加上 DQ3 上面的 投影 所以 你这边是 V 它本来 这个 投影下来 是 Q2 就是 V2 的 部分 那 你现在 是 V2 Long V2 Long Q3 DQ3 OK 好 然后 乘上 H1 H1 H2 加上 Long H2 Long Q3 DQ3 乘上 DQ2 你注意 你注意 这个向量啊 投影在这里的时候呢 它方向 是跟你积分的方向相反 所以这一点 这边就变成是负号了 这边就变成是负号了 OK 然后再来 是这个 B 直接投影在 Q3上面 就是V3 然后乘上 H3 DQ3 一样的 我们的积分方向是这个方向 那V2 呼号 那你把这个整理一下 我们会发现 OK 在Q1上面 这个Plan上面的 你把它加加减减 全部算出来的话 然后除上它的Area Area是等于多少 Area是 H H2 H3 DQ2 DQ3 分之一 这边把它全部加起来 LongQ2 我把答案写出来 你们去check一下 DQ2 DQ3 减掉 H1 D2 DQ2 DQ3 这是在Q1的平面上面 那你同样可以去算 在Q2平面上 跟Q3平面上面的结果 那你把这个整个呢 合起来 我们发现了 我们的大的gradient V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H1 H2 OK H1的Q1 H2的Q2 H3的Q3 LongLongQ1 LongLongQ2 LongLongQ3 然后H1B1 H2B2 H3B3 也许同学没办法一下子看出这个的话 其实这个部分 你把Q2 你把Q2Q3把它拿出来 消掉 OK 这样就你很容易就看到了 这个就变成H2 H3分之1 LongLongQ2 H3B3 这应该是 这应该是 这边是2 对 减掉 LongLongQ3 H2 V2 OK 所以这项是等于什么 这项就是等 这个等 OK 好 那其他两个方向 一样的做法 好 就出来 那这边有没有问题 所以 不同的座标系统里面 你去求客 那 直角座标系统 你已经知道了 那 延柱座标系统 当然 H1 H2 H3 你已经知道以后 就很容易写出来 Rho分之1 然后 Rho 5 Z H2 是等于 Zo 不要忘掉 RongRongZo RongRongFi RongRongZ OK 再来 V 在Fi Zo的component 要乘上 其实前面这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Jacobi 然后BG 然后BG 然后 R V V R V V V H1 H2 H3 就出来了 你就依照这个MATRIES把它展开 就是你在球坐标跟这个 研柱坐标系统 你要去算你的Curve的情况 他有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